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语音现象的第二节课 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 Leo老师和大家一起去探讨了 非常重要和常见的两个语音现象 不完全失去爆破 以及我们的连读现象 那么在上一节课的介绍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新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 有些时候可以把它理解为 非常脾气暴躁的小朋友 对不对 当他们相遇的时候 我们前面这个小朋友 谁先开口谁就输 那么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不完全失爆的现象 在今天这节课当中 我会给大家引入另外的一种语音现象 同样在省音现象当中 还是我们什么呢 令人非常不安分 就是让人不省心的福音为主 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省音现象 在我们说英语的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单词 感觉英语它真的不是一个像汉语拼音 或者像其他有些语言那样 一个看见就能拼读出来的 它的发音规则有些时候让我特别奇怪 有些时候发音 有些时候不发音 导致我自己在去看到一个新单词的时候 必须要去查音标 我才能去知道它真正和标准的读音是什么 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规则 今天我就通过这些规则的介绍 来给大家去看一看 哪些情况之下 我们会出现一个单词 或者是两个单词当中的一些省音现象 顾名思义所谓的省音现象 就是说有一些音节我们就不再去进行发音了 比如我们的字母组合 wrkn或者是gn在此手的时候 我们的字母wkg通常是不发音的 这就解决了很多小朋友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可以看到write 老师我到底应该是读write 因为它有个w开头 我要不要去发这个w的音 不需要 我们的write 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w这个音给省掉了 变成了write写 Alice wrote very neatly in blue ink 这是我们所谓的 它在过去时当中 也会出现省音的现象w依旧不发音 对不对 write 而不是write 好 第二个单词 knife 我们的k是不发音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use a sharp knife to cut the melon into sections 我们的k依旧不发音 那么下一个单词比较少见 叫做nore the puppy was gnawing on a bone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咬和折磨的意思 gnaw 那么的g 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原则 gn在什么呢 在词首的时候 g不发音变成了no 那么我们同样的 有一些字母组合在词尾的时候 也不发音 也会出现什么呢 省音的现象 比如我们的字母组合 gn和gm在词尾的时候 通常这个字母g就不发音了 这就是很多同学就会一直在想 比如说 我在发这个design的时候 哎呀老师这个g它不是在里边 我要不要发 design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需要 我们就叫做design 它gngn在词尾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我们的设计的意思 the tiles come in a huge range of colors and designs 那么在有一些 大家出去上学之后会发现 有一些地区啊国际上的其他外国里面的一些国家的同学呢 他们看到g啊 他们就会不自觉的要发这个g的音 比如说我们有些中东的同学啊 他会说什么呢 design 他一定会发一个g的音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什么呢 发音的一个习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啊 我们的g是省音了 就不发音了 比如我们的foreign foreign 这就是我们外国的 对不对 I need some foreign exchange 这个g你可以完全不用管它 它就是不发音的 它省音了 对不对 那么下一个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理论构建 我们需要去用到的一个单词 叫做paradigm paradigm 范例 对不对 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规则 gm在词尾 g不发音 the kitchen model is a paradigm for designers to learn 这个厨房模型是供设计师学习的一个范例 paradigm 同样的我们另外的字母组合 mn或者mb在词尾的时候 字母n和b 也就是在最后的一个字母 n和b呢 通常就不发音了 出现了我们的声音现象 所以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单词 秋天 autumn 他是m结尾 而不是n结尾 这是autumn he was in the autumn of his life 他已经到了迟暮之年 这是一个我们口语可以去接见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单词呢 什么呢 lamb lamb 千万不要发声lamb lamb 小羊 高羊 他根据我们的这个声音现象的这个规则 mn和mb在词尾的时候 n和b不发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高羊也只能发成lamb lamb laura was best in the leg of the lamb 老妈正在往这个客人腿上面涂油 对不对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b给发出来 那么同样的一个单词 climb climb 这是非常常见了 对不对 she climbed 什么呢 she climbed up the stairs he climbed climbed 我们上一节课说过什么呢 climbed up climbed up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连读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关注他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p 是不需要发音的 他就算是在过去诗当中也是climbed climbed 而不是climbed climbed 不是这样的一个发音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声音现象 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单词中间出现一些特殊组合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声音现象发生 比如说我们字母组合 bt 如果它是在我们的单词中部出现的时候呢 字母的b通常是不发音的 比如说我们特别常见 有很多人一开始完全没有办法很好的记住这个词语的发音的这个单词呢 是什么呢 债 债务 d e b t 它叫debt debt 千万同学们不能记成什么呢 debt debt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bt 在我们的单词中的时候呢 b通常不发音 debt we pay that debt on time 我们按时还上了债务 那么下一个也一样 doubt doubt 这个时候呢 它不仅仅是放在什么词中 它是甚至放在了词尾 对不对 那也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这个声音现象 怀疑 this resist doubts about the point of 什么呢 advertising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 它这个bt组合 它在词中和词尾都会出现我们的声音现象 b不发音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一个放在词中的这个现象 那是什么呢 微妙的 精巧的 suttle suttle 完全不需要进行什么呢 b的这个发音 你甚至都不要像我们这个之前所说过的不完全爆破的时候 去什么保有口型啊 或者是我们不发气 不声带不震动等等 不需要 直接就略过这个发音 它变成了suttle suttle the dish had a subtle hint of ginger 这道菜微微带一点 浆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bt组合当中 b通常不发音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这种组合当中 我们也会出现声音现象 比如说字母组合 lf lk lm当中 字母的l通常不发音 可能很多同学其实对这样的一种组合不是特别的了解 因为平时他们本身发l这个音就不是特别的流畅 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依旧要跟大家去表明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去舌尖往上顶 稍微去发l这样的一个音 不需要啊 在这个时候比如我们的一半 h a l f half half 不需要你去进行一个嘴枪这种口腔当中舌头的一个滑动 比如说 half half 不需要啊 我们不需要这个l的音 它直接省掉了 不发音变成了 half hal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is more exciting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更有趣 同样的下一个单词 talk t a l k talk 说话 我们特别常见那个单词 对不对 when she came back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italian food 当她回来的时候 他们正在谈论意大利菜 talk 我也不需要进行我舌尖往上翘 去发这个l的音 它是一个省略掉的l的音 talk talk 手掌 palm palm 你不需要去变成palm palm 它直接就把l省掉 palm palm this is my palm my fingers and my nails 这就是我的手掌 手指和指甲 那除了两个字母在一起的组合当中 其实我们也会有多个字母放在一块的时候 出现什么呢 一些声音现象 比如我们字母组合 stl st en ft en 这些组合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字母t 通常是不发音的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城堡 叫做什么呢 kustle kustle 它并不发什么呢 它并不发kustle kustle 它发kustle kustle this toy company considered combining pirates into the kustle theme 这就是我们看到kustle 我们这个什么呢 t不发音 下一个我们经常在开车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单词 fossen fossen 就是记安全带的这个记 强加于 fossen your seatbelt please 这是我们的t同样不发音 soften soften 这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 ft en在一块 t不发音 使什么变软 使什么变温和 this liquid will soften your laundry 但是在我们出国之后 有一些方言 或者有一些native speaker 他们会去把这个t给发出来 比如说often often fasten fasten soften 它有一些方言 比较少的情况会把这些东西也把这个t发出来 但是我们随时要记住 真正标准的发音 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声音现象出现的时候 t是不发音的 但是如果有人给你这么去发了 如果他是个native speaker的话 那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呢 方言现象 你也要不要觉得特别诧异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其他的现象当中 也会出现声音现象 比如字母h在此手 或者在前缀ex后 以及中读原因和轻读原因之间的时候 h是不发音的 这就解释了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英语老师会告诉你说 你不用管为什么不发音 你只要不发音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在这个声音现象这个规则当中 就跟大家介绍了 它是一种声音现象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小时 对不对 hour 我们这个h是不发音的 不发hour 对不对 hour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看上去是n和h相结合的时候 是辅音和辅音的这种发音相结合 对不对 但实际上h不发音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原音开头的字母 所以原音开头的字母hour 它跟我们前面一个什么呢 辅音结尾的ten相结合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连读现象 对不对 ten hours on the train 这就是我们这个h不发音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音节就变成了原音的音节 好 第二个单子叫做exhaust 耗尽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exhaust 它是根据后面这个什么呢 z这个x这个后面这个部分的这个发音 来去接上我们后面的长音的o的音 变成了exhaust 而不是exhaust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声音现象 she seemed to have exhausted all related topics of the conversation 它似乎已经把所有相关的话题都谈完了 这是我们这个单词 exhaust 下一个很相近的叫做exhibit 表现出显露 students exhibited signs of fatigue and memory loss after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熬夜之后 学生们显示出了疲劳和记忆力衰退的迹象 这句话其实在我们整个口语的表达当中 其实是h借鉴的 那但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要看到或者是所要重点关注的单词 就是我们所谓的h不发音 而不是exhibit 对不对 它是exhibit 表现出显露 而后面我们所要介绍的这个声音现象呢 其实跟我们第一节课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前一个词以st stift 我们所在PP10所看到的这些音节结尾的时候 尤其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个最后的单词 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辅音 对不对 都是我们的辅音结尾的时候 那么后面一个词同样也是以辅音开头的时候 那么其中它最后的这些t和d就不发音了 所以我们说next year next year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t实际上是非常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呢 我们就是这个不完全失望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那么明显的保留它的口型 可以直接把它省掉 next year next year 对不对 left hand left hand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省掉 left hand left hand 或者是我们深爱的家人 belove family 我们变成belove family belove family 这个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 它在书写的时候和我们读出来的时候 出现声音现象之后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前面三个单词我们的例句就变成了什么呢 my parents encouraged and support me to go overseas for further education next year next year it is said that people writing with their left hand tend to be cleverer than others left hand left hand the bright sunshine the house besides the beach and my beloved family are all my treasures 明亮的阳光 海边的房子和我深爱的家人 都是我的宝物 belove family belove family 那么同样的 如果前面一个词以我们的 p't k't ch't b'd g'd j't 等等结尾的时候 后面一个词同样以辅音 开头的时候 那么我们前边这个词的t和d就不发音了 kep quiet kep quiet change color change color like jam like jam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非常像 我们保留了一个 但是它是在这个声音现象里面才出现 那么我们students kep quiet when their teacher was in the classroom 老师在教室里的时候 学生们保持安静 对不对 i change color of images by photoshop with my father 我和父亲用photoshop修改了图片的颜色 e.g i like jam when i was a little child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用过去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动词变形 变成ed 加ed变成过去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声音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多关注 在口语当中如何把它说的更加的地道 那么我们经常能看到的 在一些这个tv series里面 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在做动词否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not 否定形式的缩写的时候 它是不发音的 这个t 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 you mustn't lose it 你不能把它弄丢 you mustn't lose it 我们又说 you mustn't lose it 对不对 下一个 doesn't she know doesn't she know 难道她不知道吗 我们也可能非常清晰能听到什么呢 t是不发音的 he wouldn't overeat he wouldn't overeat 他不会吃多的 他不会吃多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t是不发音的 而前面一个词的词位如果发音是t 后一个词词位的发音是t 或者d的时候 第一个t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跟我们的什么呢 跟我们的不完全包括是非常相似的 什么呢 也是不发音 I've got to go I've got to go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什么呢 我们的听力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口语的和口闻对话当中 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what 开头的这个特殊疑问句的时候 很多同学就 没有听懂 他第一个单词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没有t 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我们的所谓的声音现象 对不对 这个t就不发音了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声音现象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实际上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比较不规则的一些声音现象 就是告诉大家 在单词的拼写拼读当中 有一些特殊组合出现 不管它是在我们单词的词首 或者词尾 或者词中出现的时候 它有一些规则必须得去遵循 它有一些词的这个字母 就不再去进行发音 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声音现象 不同的语音现象 能够让大家说话的时候 更加自然流利 也更加地道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关于英语当中的语音现象的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